香林皇居就位于台中市的七崎 也就是高级住宅地区 那究竟这里面的环境有多舒适呢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位在台中市七崎秋红谷公园 对面的香林皇居 一年的管理费用总收入高达六千多万元 新任主委马景江 有多年经营饭店的经验 最近他从国外回到台湾 跟新任委员们宣誓就职之后 就带领记者参观香林皇居的 各项软硬体生活设施 等于说是香林皇居豪宅的第一次开箱 我们香林皇居是全国所屈一指的 大型的豪华住宅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原本的条件都非常好 那我们在我们有非常呼吁堂访的大厅 那我们也有别的社区所羡慕 跟他们所没有的六栋非常豪华的会馆 香林皇居有韩碧楼等级的私人花园 豪华泳池 五星级的景观餐厅 社区公园三百公尺的散步步道 庭园造景咖啡厅健身房 桑拿SPA养养祭全 甚至还有私人的电影院卡拉OK撞球台 最令人惊讶的是整个社区的物业管理 包括交通指挥 保全工作 加上服务人员高达80个人 那我们现场的部分的话 有配置三名专职的机电人员 那针对任何的设备有异常状况点的话 都会第一时间去做排除 那在服务区块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各洞六洞的会馆 分别都有专职的会馆秘书 现场的服务区块 另外就会有会馆秘书 配合大厅的秘书协助去做一个处理 整个乡邻皇居 好像是一个自给自主的高端美丽庄园 这是全台湾没有的庄园文化 新任的管委会说 他们会联合物业公司 打造媲美七级最顶端的舒适豪宅 记者陈文旭 徐家瑜台中报道 我们的社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